相信以目前的你吃過不少小龍湯包吧 當稀釋甜品那樣精緻擺盤 卻是頭一回聽說呢 走,跟著Latte的腳步來去瞧一瞧吧 肉跟醋豆瓣 我就先放蒸了 接下來就要做脆皮 今天脆皮做兩份 一個是咖哩,一個是起司 先熱鍋 先煎起司 當初你怎麼會選這個做創業的項目 有那麼多種 這麼多種為什麼選他做創業的項目 因為就是剛好 因緣集會一下認識了 那個上海過來的食品 然後他去做湯包的 對 所以我就跟他學習 然後進入這個行業 如果說好,我會在這裡 找那個人 煮在這裡 做一些臭水 做的就在裡面 這樣做出會更好 不你就會在這裡 你看到這裡 那麼多把褪子 煮在這裡 做的色調味 然後轉換 然後轉換 打開 在這裡 對 要分成的,一百種之間 所以要很多支流進去 沒有支流去支撐這裡 它會爆熱 真的 現在就是要把它煎到整個麵皮 把它成形 好喔,那接下來還是繼續慢慢煎 還是蓋起來,這煎的比較花不用煎 這邊是咖哩,這邊是起司 謝謝囉 其實只要仔細看的話 它下面那一層湯汁 可以挖去市場 我拍到了 對 其實只要仔細看的話 它會有兩層 然後它就是 湯汁已經在背中 然後放上去 OK 那我就是要把它一點融掉 我要蓋起來囉 好 那我們咖哩已經好了 我要幫你摘一下 好 好 你怎麼會想到這種有點類似像西點的做法 啊,就 希望可以求新求變喔 任何一種絲法 就希望可以給客人帶來不同的感受 所以就把它給拿來煎喔 然後把它做得漂亮一點 好 好 這是咖哩囉 好 這是咖哩囉 我相信很喜歡 因為它同時吃了脆皮之後 又可以吃到 起司中和了 豬肉的一些的油膩感 OK,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我們的 香蕉乾 然後把它給 加上去 加上去 好囉,那我們起司要 出一個就是麻婆 好 這個口味是 臭豆腐 所以說湯包其實不能悶 悶了它就會比較 比較酥喔 把它補 好 好 這個 小籠包上桌了 等等注意聽聽 脆皮切開的聲音喔 這裡頭包的是咖哩口味 小籠包 對 小籠包跟脆皮上面 都還有著芝麻香呢 好 好 好 哦 好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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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 哦 哦 吃起來味道挺奇妙的 有點鹹帶一點甜 搭配濃郁的起司 簡直是妙不可言啊 炸醬湯包配點青豆 炸醬汁 這是麻婆豆腐淋上臭豆腐湯包 感覺不是很辣 喜歡吃辣的朋友 可以再加點辣椒醬 就先煎囉 好 煎碗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等我們的湯包 好 好的 這個湯包也好了 準備好的萵具 好 鍋具 把它給放在上面 好 輪到湯包出廠了 湯包 把它繼續擺好 在裡面 OK 讓口味有一點變化 我們的小黃瓜 我們的小黃瓜 繼續把它給排好 OK 最後再加上我們的 兩根海捷 兩根的海捷 接下來就是把它給包起來 就大功告成了 燒餅是不切開的 很多客人都要我切開 切開就會散掉 對 我跟他說這個東西沒有在切開的 都是要直接拿起來吃的 不然裡面都都散掉了 湯包也都全部分離了 燒餅裡頭夾湯包 沒看過吧 吃的時候 小心湯汁從裡頭留下來